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财政年莫及经历 按年绰37% 不过还是派息3.03先 该产托2019财政年实现经历符合达证券和市场的预期 分别占全年预测的99%和104% 目前维持盈利预测不变 为了维持广场业务的竞争力 该产托将继续执行资产增值计划 以及积极重整广场的商家组合 整体来看 管理层估计本财政年业绩会更好 同时 鉴于成功在融资面值达3亿令吉的中期票据 以及国行宣布将细25个基点的消息 预计今年的融资成本大致受到遏制 行销会持 买入评级 以及1令吉19先的目标价 受非经常性成本波动影响 数码网络低矩 2019财政年末季 净利按年跌9.23% 全年净利为14亿3300万令吉 符合马银行投行研究和市场的预期 个别占全年预测的97% 末季中期股息为4.4仙 累计全年每股股息至18.2仙 相等于约100%的派息率 相对其他电信公司 数码网络的周息率还是最高 公司营业额相当稳健 末季服务营收按季增长1.7% 后付网络业务的增长 再次抵消了预付网络业务萎缩的利单因素 不过由于当季积极促销装置配套 导致成本逐渐攀高 行家下修目标价值4.60仙 维持守住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